吃这个饭 你喝着一舌头 辣椒适合下饭 白嘴吃适合下酒 白鲜 白鲜让我排在那两个小时的队 不禁用一句偷工剪料来新萌的 从来没来过了 这第一次 苏鸡是个古镇 对 这里就是建成那种商业街 有好多那种维古镇 这种牛肉就是从人家发生出来的 对 跳着牛肉这个东西 以前特别的就是 牛下水这些便宜 然后又没人要 就捡起来把它隔来 然后这干狗力活的人 干中情力活的人吃 它盐味比较重 所以你们口中不 还行 我反正口比较淡 对 没事 你说我们吃牛肉 你吃翘脚 行 我翘脚 然后这一家就是 那条街上的好像是比较数得了的 它那个门楼 你看的 绝对适合做你们的片头 是吧 太热了 找了乐山了 在乐山然后后面最著名的 最应该吃的翘脚牛肉 这一家苏鸡4号最老 时间最长 然后人也最多 等半天了 太晒了 苏鸡翘脚牛肉 找尝尝 这玩意真好吃呢 这么多人吃啊 可排到网了 这种场面呢 来吧 来啦啦 该怎么点 来帮我 别给我省钱 我都不知道该点什么 我们有当地的乐山东热情网友 水月先生带我们来吃的 然后呢 所以点什么人家说了算 我第一次在那儿跟傻子一样 我不知道该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翘脚牛肉 千万别给我省钱 你觉得我们什么该吃 别给我轻流遗憾 我准备点了毛豆 翘脚肉 下单 餐厂齐了啊 准备开动了 来来来 动画 动画 别喝点 油鸡牛肝 这好得可以啊 天津菜里边叫民意为豪的 老爆山 它里边的牛肝那个软嫩程度 我都特别喜欢 这个比那个还嫩 入口都是特别滑嫩的牛肝那个味道 但是呢 社会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是苦 但是挺好吃的 也挺入味的吧 虽然不错的菜 它的油有可能是持续高温 一直加热所以不能 刚喝过去吃的最好 拍下吹着 吃这个饭啊 这喝着就舌头 加加滚油 爆泡 扯上去搁 反正受伤的素质高嘛 但是这么吃还行啊 挑一个第一次来 来乐山的一个鱼鱼帽 我吃这玩意儿我觉得 就挺好吃的 笑脚牛肉 这就是此行的目的啊 我们来苏极古镇的目的 笑脚牛肉 来 偏见个味啊 好有嚼劲的牛肉好多 好滚 我找到牛筋上了 有点味儿 有点咸味儿 这汤应该不错 这汤能喝吧 能喝是吧 这汤应该不错 有点咳嗽 我觉得蘸辣椒可能会 别开生命 那个碗紧下 我再来一碗 咱先少蘸点 咱不知道生甜 香咸不怎么办 我都这个结论啊 白豆吃和这个蘸辣椒 蘸辣椒 适合下饭 白豆吃适合下酒 哎呦酒呢 你看这个很自然的 酒呢把酒拿来 老朋友啊 163 咱的青苹果味大的 北京二锅头 吃着翘翘牛肉 喝着北京二锅头 多分裂啊这个事 喝着163咱一起喝啊 敬多呗 谢谢啊 走走走走 你开车我就不让人家了 来翘翘白夜啊 爆肚我吃过很多很多了 辣椒碗的爆肚我还是第一次吃 不知道这玩意跟辣椒会有什么火花啊 是这么沾人吃的吧 都是 蘸多的甜 你们多喜欢 嚼劲的泡肉和北京二锅头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有点老 嚼不动 哎呦我蘸多了太甜了 辣到还好能接受 来吧 翘翘牛杂 哦 吃有那种内藏特有的味道 然后加上这个汤的香罐 我估计汤应该是一锅出的 一锅出 一样的是吧 一个味儿 一会儿喝一碗尝尝 然后这个味道比较好 现在也比较好 舒适的烤 基本也是这个味道了 但是辣椒都是咸了 咬一奶奶辣 基本就这个情况 这碗饼饭绝了 还咸了我能吃个饼吗 居然是个肉饼 所以 来看看它的馅儿 哎 哇 我不禁用一句 偷工减料来形容的 什么玩意儿呢 馅儿都没割馅儿的 评价的很到位 偷工减料 你给我上个烙饼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尝尝味儿 外边炸的部分还行 里边的鸡蛋没有味儿 是什么点 三层 糖馅儿 这肠火焙气肠 半天啊 你熬 然后笋都看得见 辣椒 我好别找着个肠 在这儿呢 有点像啾啾肠 好脆 很脆的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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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得很入味儿 辣椒的一半咸味儿 糖的味儿 这个都没有 挺咸的一道菜 这个基本上下饭 那应该很不错的 那咱们水 我上面是一只熊猫 所以我得吃点水 还把我错了 不是水 是魔芋 长得相似而已 挺浅测的 就这么中和吃起来 我觉得客人喜欢啊 这炸炸牛肉不错 牛肝不错 炸牛肉不错 然后呢 就辣椒粉有点咸 就不可以厌坦了 另外三个也不错 这在中国叫白菜 这家店吃完了啊 哥您斗了斗了 首先呢误会人家 我见的是那老子啊 这人品问题 都有嫩的部分 给大家澄清一下 味儿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还可以推荐啊 然后菜普遍有点咸 尤其那个辣椒有点咸 这也是实事求是的 肉饼呢 反正自个儿去反省吧 大家不多说了 这家居多是这条街上啊 排第三的美食 所以现在我们介绍第一的 说走咱就走 高锦阳说了 老婆我想吃 瞧别二妹卡卡 能起来吗 能 好 能做那么多味儿了吗 这怎么弄呢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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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干 然后里边搁了点萝卜丝 甜醋 糖 盐辣椒 没盐 或是一加的吧 有豆腐有黄稻的 然后最后是那个醋 醋的话一般是加糖 我做的 甜醋 没吃过啊 这个是卡卡 甜点 甜酸甜酸的 到外边炸到我 比较脆的那种 挺好吃 外边是炸的脆 里边是萝卜的脆 对 真的很不错 我喜欢这个 挺好吃的 这是发音东西啊 不知道是 但是排队 在乐山记录 看见排队就跟他排一会儿 就用惊喜 我不知道是怎么办 先排再说 来 整整整整 排 排谁告诉你 我哪天呢 我哪天呢 我哪天啊 我突然还要 又没有那么想吃卡饼了 要不他回家吧 刚才谁说的 在乐山看见队队的排 证明我是没错 所以在乐山看见队队 得排你知道吗 你搞的是什么呢 来 先排这 哎呦我哪天呢 几碗做马 这么些人 红糖冰粉 三鲜冰粉 和传统蜜凉糕 咱没样尝尝 是吧 这绝对是红糖 不用怀疑是吗 红糖不是芝麻酱 本地不吃芝麻酱 挨个来啊 红糖就这个色 长得跟麻酱似的 真的是红糖 哦 好凉爽 红糖快多了 红糖有点重 挺好吃 冰冰凉凉 怎么还有鸡蛋的味儿 很奇怪 其实这味道 我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 就没有馅儿小脆 咱们在洋桌也吃过 然后一点唠糟 对 银耳 银耳 哦银耳啊 不是这个颜色啊 银耳和刚才那个粉混在一起 三鲜 这一二三 跟你唠糟普通甜味 跟你酥酥的酒味 银耳啊 你没吃着啊 然后这个小圆子 就是粘粘糯糯的那种实心的小圆子 不是 但是那个冰粉 就这个口感 跟它完全有区别 三个味儿 都挺有特色的 我都挺喜欢的 还不错 多少才你喝 还愚迹吧 两小时后 这是这个 你们我也送啊 后面的都送 没有了 没有了 不来了 谢谢你们 终于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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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呢 我给了四种口味儿的 这是肥肠呢 不知道的 不知道不知道 反正你用四种 一共五种虾有一个鸳鸯的 就是两叉的 咱们没要 另外四种 牛肉 酥肉 肥肠 猪肉 大概吧 就是这四种啊 来的话早来 排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 后来就不上牌了 我们也很幸运的 抢到了 在我们水月先生的安排下感谢啊 感谢让我们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友 全乐山就一两家做这碗 偏尽个尝一碗 它外面这个饼是蒸出来的 发面的 然后呢 里边这个 虽然是肥肠馅的 非常大碟 两碗肥肠大碟 弄得特别猛 然后里边搁了点油 就是它这个酥肉 然后还有一个大壶菜 咸菜汁 搁了好种条 什么轰过来这巴刀的 包括里边也搁了香菜 混在一起很香 所以我下这个 略微豆一天天 显得大好 但是这饼没有味 特别好几个午饭 早点来两个热了 喝杯豆浆无敌了 如果你要来乐山 那你要过来勺尝一下 多显大碟 两个小时的恩怨我勾掉了 多显 吃什么这个女人 当地人推荐 再一个你看哪排队 哪一定有好吃 你别人能排上 不要像我们性格 嗯 本身回来